严重矫气怎么治能除根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 樊哲先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皮肤科副主任医师 矫气的话医学名称叫做足选 那么很多人认为就是矫气是非常难以 痊愈根治 其实的话矫气在医院里头我们会分行 分度来治疗 那么总体来说矫气如果想来治疗的话 首先如果是轻度的这个矫气 我们通常选用的是外用药膏 外用抗真菌药膏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达克宁软膏呀 还有这个蓝美酥软膏呀 达克宁软膏呢就硝酸米康做乳膏 蓝美酥软膏的话就是这个 盐酸特比奈芬乳膏 但是有一些患者的矫气是非常严重的 这时候外用药的效果就比较差 我们通常考虑就是1加1的这个疗法 就是一种口服药再加上一种这个外用药 而且值得大家注意的就是矫气的外用药 通常要长达一个月以上 不像有些患者我们可能涂上个几天 或者十几天觉得好多了 就必须涂了 所以你就容易复发 另外还要注意 如果你有矫气的话 还要看看你的矫指甲好不好 如果你的指甲出现了增厚 发黄发灰或者是断裂 可能会有甲血 也就是俗称的灰指甲 这时候我们在治疗的时候 不仅要治疗矫气 还要治疗这个灰指甲 否则的话任何一个没有好的话 又会被传染开来 这就是矫气无法根治的这个原因 除此以外 我们在生活中还要注意 我们斜袜的这个透气性要好 因为矫气是真菌感染 真菌就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